小朋友上课咯 我是西松国小林景芳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到海洋世界 跟着作者去瞧一瞧水中奇景 在单元页里是这么说的 像万花筒般的海洋世界 处处有惊奇 小朋友请你看一看这一句话里 出现了哪些字词 与我们的客名相呼应 很棒哦 你们找到了 作者以惊奇的旗 来呼应客名奇景的旗 那么作者又是怎么样形容奇景的呢 是的 作者利用万花筒来形容水中的奇景 好奇吗 我们赶紧来去瞧一瞧吧 我们会进行三次的聆听 第一次聆听请听出以下三个重点 文章中出现了哪些人物 他们在做什么事呢 这些事情会经过哪些场景 为了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 快速且完整的听记下以上的重点 我们可以利用文字 符号以及图画 将听到的重点 快速的记在纸上 请拿出纸笔来 我们准备第一次聆听 三 二 一 一 水中奇景 叶雅琪 站在岸边 看着清澈的海水 我心里既兴奋又期待 今天 终于有机会 和爸爸妈妈 一起享受福钱的乐趣 我们依照教练的指示 做好下水的准备 这时 眼前爬过一只螃蟹 速度时而快 时而慢 好有趣 教练说 这里的生物很多 等一下大家要张大眼睛 仔细地看哦 教练带着大家往潜水处出发 每个人都低着头 努力地往水里找 海胆全身布满 尖尖的刺 在水中慢慢地移动 藏在暗处的河豚 以为我们是敌人 身体立刻骨城吹饱的气球 准备抗敌 海星像是热情的主人 张开手迎接我们的到来 接着我们往深一点的海水前进 往下一看 哇 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景象 海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珊瑚 在阳光的映照下 闪闪动人 五颜六色的热带鱼 在水里开舞会 可爱的小丑鱼和海葵玩捉迷藏 还有更多不知名的生物 在身旁游动 我好像进了不断变化的万花筒 回到岸上 忍不住埋怨 时间过得太快 让我来不及抓住水中的眉目奇景 只好期待下次的造访 临走前 回头看着海浪一波波涌来 像在依依不舍地对我说 再见 再见 您听后 我们赶快看看自己的笔记 想一想 说一说 文章中出现了哪些人物 是的 文中出现了 说者 爸爸 妈妈 以及教练 那么他们一行人 又在做什么事呢 没错 他们在进行 浮潜 浮潜是个移动式的活动 请问大家 你听出 他们是在哪些场景间移动的呢 很棒哦 他们先在岸边做准备 再往潜水区 再往潜水区 以及深水区进行探索 接着我们的水区 接着我们将以上的三个重点进行整理 作者 作者 作者一行人到海边浮潜 这么写 是否已经呼应了客名水中奇景呢 没错 大家将 大家将刚才的白纸翻到背面 大家将刚才的白纸翻到背面 生物 他们出场的顺序 外形特征 以及动作 需要用刚刚学会的方法 将它快速完整的笔记下来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进行二次聆听 三 二 一 我们依照教练的指示 做好下水的准备 这时 眼前爬过一只螃蟹 速度十而快 十而慢 好有趣 教练说 这里的生物很多 等一下大家要睁大眼睛 仔细地看哦 教练带着大家往潜水处出发 每个人都低着头 努力地往水里找 海胆全身布满尖尖的刺 在水中慢慢地移动 藏在暗处的河豚 以为我们是敌人 身体立刻鼓成吹饱的气球 准备抗敌 海星像是热情的主人 张开手迎接我们的到来 接着 我们往深一点的海水前进 往下一看 哇 这是我从没见过的景象 海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珊瑚 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动人 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在水里开舞会 可爱的小丑鱼和海魁玩捉迷藏 还有更多不知名的生物在身旁游动 我好像进了不断变化的万花筒 二次聆听后 大家是否把每个场域里面所出现的水中生物都停记下来了呢 为了让让我们知道自己听记的内容是否完整 这时候就要透过第三次聆听来进行真三修补 这次的聆听我们可以搭配课本 只要有遗漏的重点 都可以利用蓝笔补充在纸上 所有的聆听任务完成后 大家要看着自己的笔记 将内容说给家人或同学听 准备好了吗 三秒钟后进行最后的聆听咯 三 二 一 我们依照教练的指示 做好下水的准备 这时眼前爬过一只螃蟹 速度时而快时而慢 好有趣 教练说 这里的生物很多 等一下大家要睁大眼睛 仔细地看哦 教练带着大家往潜水处出发 每个人都低着头 努力地往水里找 海胆全身布满 尖尖的刺 在水中慢慢地移动 藏在暗处的河豚 以为我们是敌人 身体立刻骨城吹饱的气球 准处准备抗敌 海星像是热情的主人 张开手 小丑鱼和海魁玩捉迷藏 还有更多不知名的生物 在身旁游 我好像进了不断变化的 万花筒 小朋友 看一看自己的记录 你的听计完整吗 有蓝笔真补的地方 就是我们聆听时 要更留意的哟 另外 作者在这三个场域里 放了一个隐藏版的水中生物 你发现了吗 是的 在最后一段 出现了不知名的生物 是我们作者 要留给读者 一点想象空间的设计 经过以上的聆听任务 小朋友 你学到了什么呢 是的 这一节课 我们学习到用笔记 来帮助我们记下听到的重点 聆听时 可以用文字 注音符号 或图像来记录 而扣住文章主旨的 人、事、物 就是聆听的重点 接着 我们要用这节课 学到的能力 来小事伸手 请听一听 这则淡水一游 边听 边想 记下重点 再看着笔记 完成习作第五十六页的问题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聆听文章 淡水一游 上个星期天 我们全家人搭乘捷运到淡水玩 一走出捷运站 看见许多街头艺人在捷运广场表演 有人变魔术 有人演奏乐器 还有人将自己彩绘成机器人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走了一会儿 来到祖师庙 许多信徒正虔诚地焚香祭拜 祈求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爸爸说 只要心存善念 努力不懈 自然就会得到神明的保佑 我想 爸爸一定是希望我们明白 对神明要心存尊敬 想要成功 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接着 我们去品尝淡水出名的小吃 阿给 这间老店人生顶沸 顾客很多 当老板打开蒸笼的瞬间 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让人想赶紧一口咬下 好好享受它特殊的风味 饭后 我们来到河边 欣赏著名的淡水暮色 河面上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 几艘游船 点缀其中 偶尔飞过几只龟巢的鸟儿 整个画面 让所有游客都忍不住惊呼 太美了 回家的路上 一盏盏街灯 随着捷运车厢的晃动 好像跟我们眨眼道别 夜晚的淡水在灯光的灰映下 显得更活泼迷人 听完了淡水一游 我们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第一题 作者一家人是如何到达淡水的 第二题 下面哪一项街头表演没有出现在本文中 第三题 文章里提到的信徒 他们虔诚祭拜的庙宇是哪一间呢 作者一家人品尝的又是哪一种淡水小吃 回答完选择题后 请大家说一说 作者在淡水河的河边 欣赏了哪些美丽的景色 完成席座第56页后 我们拿出蓝笔来定证 第一题可以从第一段的第一距离找到 作者全家人搭乘捷运到淡水玩 第二题则是在第一段的第二距离 可以看到 街头艺人的表演有 变魔术演奏乐器 还有将自己彩绘成机器人 所以人物树苗并没有出现在本文中 第三题 我们可以在第二段的第一距找到 来到祖师庙 许多信徒正虔诚的焚香祭拜 第四题 我们可以在第三段的第一距找到 作者一家人去品尝淡水出名的小吃 阿给 最后一题 作者他们在淡水河边 欣赏到的景色 在我们的文本第四段 他们来到河边 欣赏着著名的淡水暮色 暮色里强调着金黄色的目光 点缀着渔船 以及偶尔飞过的鸟 让整个暮色画面更加美丽 这一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小朋友们表现得很棒哦 我们下课咯 我们下课咯